今天聊国际我们带来关心到整个东亚地区的共同问题 就是不婚不生 我们先来看到越南 越南现在非常紧张 官方要推动在30岁以前要成家的这样的运动 主要就是在越南1986年改革开放之后呢 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所以大家都拼经济 没有办法拼生育了 尤其越南官方现在希望赶在30岁之前展开结婚运动 婚姻女婿在35岁之前 就要生完第二胎 主要还是因为经济成长的关系结婚年龄延后了 所以现在随着婚恋观的改变也失去所谓的人口红利 不过到底大家有多晚婚呢 其实这个标准看在我的眼里 其实还是蛮早的啦 从1989年到2022年的初婚年龄 男生从24.4岁往后拉到29岁 再来女生的部分从23.2岁拉到了24.1岁 尤其在都市区里头的白领阶层是更加明显 可以说是大幅的拉高平均 主要大家还是顾职业啊 所以对于生育小孩这件事情 似乎就会慢慢的把它往后面来摆放 再来我们来关心到其他国家的状况 尤其是在日本 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个人口老化非常严重的国家 但现在整个危机不断的在扩大当中 尤其他的出生数来到了 75万8631人再度创下新低 而且已经是连续8年连连下降了 结婚数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你可以看到48万9281对 因为再度下滑了5.9% 这个数字非常关键 因为是90年来第一次跌破了50万大关 不婚不生的状况 其实不止在日本非常明显 南韩现在也非常紧张 因为南韩本身也是在 人口老化的国家排行榜上 榜上有名的 现在女性的生育率来到了0.72 再度创下新低 而且这个数字也是连续8年下降 很爱公开放闪的韩国人 现在谈恋爱的比例下降了吗 南韩最近一份文券调查发现 20到30多岁的年轻世代 有2到3成的人没有谈过恋爱 也就是所谓的母胎单身 不谈恋爱的原因当中 近期问题名列第一 韩国年轻人不谈恋爱 除了经济因素 另一个是观念改变 被问到是否一定要结婚 与2012年相比 男学生的回答从82%减少到39% 女学生的回答从63%减少到18% 至于小学生对结婚的想法 和大人一样有现实考量 女学生的执行性 女学生長感 女学生的执行性 女学生的和第1个性 女学生的执行性 女学生的执行性 女学生不谈恋爱的 你认为婚客人 결婚完吗? 剛成年的青年說出結婚更具體的必要條件 專家建議結婚生子不應該以算數來看 應該要創造社會條件 讓結婚和生育被視為一種祝福 韓國人不分不深的人變多最新報告指出 兩年後的2026年 南韓小學國中到高中的人數將低於500萬人 水嶺人口急劇減少的情況下 學校將難以開設課後活動或舉辦運動會 營養午餐的價格也很難調整 年代今年將有4000多名老師被裁員 低生育率衍生的一連串效應 將大大改變南韓社會結構 TBS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來看到一個現象叫做中國杜鵑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跟新加坡是有關係的 亞洲前哨報就點名了 最近有很多在新加坡的事件 包括是Titalk的CEO周壽茲 接受了美國國會的聽證會質詢 還有中國大陸的電子煙 利用在新加坡的其他公司來非法運送 以及將近有涉及20億美元的洗錢案 嫌犯的原籍是來到了福建 而且到了新加坡去洗錢 他們稱這樣子的事件叫做中國杜鵑事件 什麼意思呢 因為杜鵑這種鳥類本身會到其他的 鳥類的潮去生蛋 然後藉由其他鳥類來幫忙孵蛋 有這樣的行為 所以他們認為說這樣子 中國大陸的民眾到了新加坡 洗國籍之後 再利用新加坡的這個外皮來進行方案 就很像杜鵑的意象 而且中國大陸的企業隱藏身份 寄生在新加坡 這樣的狀況似乎變得越來越多 金融時報就說了 其實在2022年有超過500家的中國企業 將總部簽到了新加坡去註冊 主要還是因為 美中地緣政治的風險影響 還有印度市場反中情緒之下 他們乾脆就用新加坡的這個國籍 還有新加坡的外衣來幫助 他們可以有更多商業活動的一個外表 而德國的非營利組織共同創辦人也說了 他們允許客戶存了大筆資機 沒有想到新加坡監管政策的開放 反而讓這些不法分子有機可證 所以說他認為新加坡必須更嚴格 採取相關的措施來防止非法活動 但是當然跟所謂的自由開放的金融環境 就會有極大的衝突 但是有很多學者也有人說 你這樣子去看中國企業 其實是戴著有色眼鏡的 像是新加坡管理大學的教授就說了 這樣的文章強化了對中國大陸企業的刻板印象 還有很多人認為說 應該還是要維持一個相對開放的金融政策 再來我們來關心到中國大陸的經濟 相信大家也非常的好奇跟關心 但是中國大陸陸客開放 讓我們去其他的國家可以觀光 這樣的方式 當然讓包括中南亞 東亞還有中東地區 都有明顯的遊客增長 由於曼谷增加了兩倍 還有新加坡也增加了9倍的來客量 旅客量 但是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來說 似乎並沒有太多的藝術跟增長 以東南亞2023年的經濟增長來說 包括馬來西亞 菲律賓印尼還有泰國 基本上不是低於預期 就是有下滑情況 所以他們認為說 陸客並沒有讓中國大陸的 而中南亞的經濟增長 有更多長足的進步 再來台灣玉珍香的台北101專櫃 逐月到期決定首點 美食街伴手禮區 超過五家連鎖高餅店有櫃位 假日下午滿滿觀光客 即進來要買伴手禮 但其中一家從台中發機的 玉珍新101的店面即將要撤櫃 272下午 玉珍新臉書無預警公告 台北101專櫃因為租約到期 從3月1號開始停止營業 截至目前 業者也無回應 101附近也很少外國客 提著整袋的伴手禮 像這位日本客 拿著台灣朋友送的禮物 禮蜜也不是糕餅 而是牛軋糖黑糖口味的餅乾 還有可樂果和新鬼派 自用型旅客分享吃的除了鳳梨酥必買 更喜歡買能帶回去用的商品 因為馬來西亞有些都有 老一輩的人還會喜歡 年輕人都是買一些公仔 我們發現就是這裡的文具 比買一下種類多很多 真的就是各式各樣的東西 也買了不少 根據觀光署公布外國客 來台統計疫情前 2019年中國大陸旅客 有271萬佔比超過兩成 日本排名第二有216萬人次 港澳排第三有175萬 但2023年疫情後 不只人數銳減到648萬人 排名也大喜排 第一名變港澳客 119萬佔比18% 日本排第二92萬 中國大陸只有22萬人次 只佔3% 那增加比較多是香港客人 跟東南亞客人 那香港旅客經常來台灣 所以他們帶半手禮的需求度 是比較低的 學者認為會買大批半手禮的 日本大陸客變少 半手禮店恐怕也會越來越難撐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